字幕志愿者 平安 很高興再次來到我們一週信息的時間 那這一週信息裡面 我們要從上禮拜歌劇 《小榮的懊悔》這樣的一個主題切入 它裡面的主題內容跟干擾就是 第一 還有夢想 第二 夢想破碎了 第三 新的生命 那我們覺得在生命裡面 為什麼大家的夢想好像是錯誤的 其實夢想本來就應該有 但是夢想常帶我們走入世界的模式 而世界的模式一定是到後來會過去的 大家爭權奪利 所以有一天當它完全破碎之後 才發現回到神面前好像很單純的生活 沒有什麼人生指標 沒有什麼人生勝利主的感覺 但後來才知道神的國度是永遠的 所以切入今天我們要說的上禮拜 所說的你真的遇見神了嗎 那在這個主題裡面 我們就用一首歌《Amazing Grace》 來跟大家分享 最後所說的前我世上 竟被巡迴 以前是瞎眼今天能夠看見 就好像那個瞎眼說 你們說他是一個怎樣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以前是瞎眼的 但是我今天能夠看見 因為他真的遇見了神 遇見了神 那這個是一種卑微裡面 跳脫出來看見神 他生命完全改變 那今天我們要從另一個方向就保羅 他遇見神 他是從他自己的夢想完全破碎 然後才遇見神 兩個好像不同位置 但後來結論是一樣的 一個是從卑微變成看見神 哇新生命 一個從至高跌落破碎看見神 都一樣跟隨了 所以今天在保羅故事裡面 我們就在看到 他起初他就描述了 他原來的目標是人生的勝利主 要有傑出的夢想 他說了自己的身份 他記得身份是什麼 猶太人併亞明之派 並且我是一個好像學統各方面 最尊貴的 然後在學歷方面 加馬列門下 這個是最高學府裡面 最嚴謹的教門 所以不管學歷 被人家稱頌的那種成就感 最後他的權柄跟地位 他是紀師長親自頒 頒下這樣的一個權柄給他的 讓他能夠隨即意的 抓哪一切叛逆的人 所以他有絕對的一個權利 但是在這人生勝利主裡面 我要看第二部分 我們看看 有時候我們也要去經歷這一切 就是破碎 在大馬瑟的那一天 他被打下的時候 我們不曉得他心裡面想什麼 但是我們要推測他心裡面這一句話 他所聽到的 你為什麼逼迫我 你是誰啊 這個把他打下來那個能力那麼大的 對他說你為什麼逼迫我 弟兄姐妹我們對神要知道 神的權柄是絕對超越這世界所有的 天地萬物都在權柄之下 但是如果有一天神對你說 你為什麼逼迫我的時候 那真的是很可怕的罪 那保羅嚇一跳 我雖然不認識你 但是我渴慕一件事情 我的新生命不應該是這樣子 他就說那我應該做什麼 就是第三點 全新的生命開始 神讓他那一天跌下來的時候 瞎眼了 看不見了 但是藉著亞拉尼亞對他的祷告 跟他的呼召 聖經說 從那一天開始 他又可以看見了 這個那個蝦子可以看見 從卑微可以看見 但是從至高之處掉下來 也是可以看見 但是我覺得可以看見的那個內涵 是不一樣的 就是第三點 全新的生命 那個內涵神說 我要你現在能夠有被捲選的觀念 還有你就能夠明白他的旨意 你也要親眼看見他 嗯 弟兄姐妹 原來喔 我們在神面全新的生命 不是變好人喔 變好人有時候會被 被世界的模式引導你好人的模式 那這個好人模式 還是想要得世界的成長 很可怕的 像猶大就是這樣子啊 他也想捉襲窮人啊 後來也因為這種好人模式 讓他走偏了 我們不是要變好人 我們要變成神的仆人 只要是神的仆人 位子跟道路就不一樣了 所以神說你為什麼擔言呢 如果你明白神的自己 趕快起來 不管到哪裡 我都會保守看顧你 那也因著這樣子 我們進入到 逐如崇拜那個舞劇 超越時空的愛 我們還是想強調一件事情 世界對我們的欺騙 常告訴我們說 你有尊貴耶 這本來就是你的權利耶 這本來就是屬於你的 你應該去爭取 但是這種好人好事跟自我的成就 其實被魔鬼包裝了 這是你應該得的 應得的 但是魔鬼把這些應得的 放在魔鬼的那一輛車上面 一起走路滅亡 這個世界的模式就常常是這樣子 讓我們不知不覺就這樣滅亡 這是第一個觀念 很可怕 被魔鬼包裝了那種好人好事的感覺 其實詐騙集團也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對你有好處啊 但是我們看 這就是危機意識 還有一種就是 等你以後啦 不要那麼急啊 神的道路很好 但是不要那麼急啊 像我們最近在祷告會 講到耶利米愛哥的時候 有一句話 人在幼年不二 原是好的 如果你能夠明白 神的道路是美好的 越早開始越好 在生命當中 不要被世界走了一趟 這樣冤枉路 全部破碎以後 才知道 哇 歸回 如果人喔 一開始 就走向神所喜悅的道路 說真的 也沒有所謂的破碎啦 也沒有所謂的歸回啦 如果一生都走在神的道路 那真的是 人生最幸福的一段 但因為我們教會的這些年輕人 一輩子走在神的愛裡面 那這樣會是神奇妙的故事 我們在最後 主崇拜裡面 就讀了這段聖經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 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 智慧的心 我們要會算 如果你會算的話 這一輩子不要走那些冤枉路 還記得 以色列哭了四百年 祷告祷告四百多年 到後來都沒用 只因為摩西站出來 終結了這樣一個奴仆的世代 這就是信心 我們看寬野的日子裡面 到後來全死了 沒有用 每天敬拜也沒用 耶穌亞在那天 以信心的態度跟眼光 在第二代 進入令許之地 我們看到 在那邊 苦苦哀求祝啊 救我救我 四十天 四十天 面對哥利亞的罵罵 他們 毫無對策可言 只因為大位的信心 翻轉了這一切 跟你們 讓我們在生命裡面 有一種態度 好好數算神的日子 好讓我們得著 這真正的智慧 不要說歸毀 如果我們願意起初就述苦的話 連破碎都不用 這是一個真正人生 最有智慧的故事 好 但願這個故事 成為這新的日子 彼此的勉勵 好 這是我們一週信息 下禮拜再見喔